幸福要雲林 我們是為我們新住民舉辦中秋的一個嘉年華會 同時我們也希望他們雖然在雲林縣 但是對於家鄉的親戚朋友 他們要表達他們對他們的一個關心關懷 透過月亮把他們的關懷送到他們的國家去 我想全世界的月亮都是一樣的園 無論它身處在哪一個地方 我想只要你心想著你的家人 把你的愛絕對直接透過月亮來傳送回到你的家鄉 所以我們這一次也不只是結合我們在地的一些美食 我們的海陸大餐美食饗宴 不只是透過我們各個農會 那還有就是最重要我們台西農會來承辦 那還有就是我們青龍以及我們所有農會團體的一些 所有的美食街 再加上我們在現場也有烤大豬 還有烤香腸 還有火雞丸 那最重要還有異國的美食料理要跟大家來分享 美紅佳節倍思親 就是我們現場的巧思 然後舉辦這個活動 讓我們一些新住民農入我們在地 然後遇見私鄉之情 外面也會很豐富 還有異國料理 希望大家全國的各位來參加 我們台西農會有準備 我們台西最好吃的海鮮 要邀請全國的好朋友來品嘗 我們有海鮮粥 也有花枝丸 也有海鮮 還有我們配合肉品市場 影響豬 有兩隻大隻地公要來烘 還有我們影響豬 也要烘圓牆 在這裡歡迎大家來台西最好 我們東港有準備的分養是一千分 一千分 很特別 對 因為這次是海陸 之前我們都是在三線的話 就是一般的就是活動 那這次吃到不同的海產 可以吃到不同的海產 還有烤大豬很期待 哈哈 歡迎大家 高貴歷史 來台西參加新住民的家蓮花會